有時候很緊張朱國亮 很欣賞朱國亮 我看不清楚他的心 我不想讓他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只想知道他在想什麼 君師不愧為君師 停一停, 想一想, 穩妥多了 雲信兄, 請 雲君師, 你叫我來 就是同意成立臭皮像三文小組 進行我們的大計 先喝口茶, 不要被人吵著我們聊天 對, 秘密的計劃是不可以被人知道的 品君師, 四處無人 那我們可以談得盡點 煮得了茶, 又忘了拿糕點 黃君師, 你想著喝喝吃吃算怎樣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不如談談怎樣三個臭皮像 對付一個朱國亮 對付朱國亮, 一定要 一定要怎樣 我們一起想一個好計謀 勝過朱國亮挽回面子 贏回主公對我們的信任 其實除了要挽回面子 你和贏回主公對我們的信任 重要 即是怎樣? 你不是開玩笑吧? 你要… 殺朱國亮 你看我的樣子, 幾個不開玩笑 我恨不得意嫁, 就立刻搞定他 年輕人, 別那麼衝動 喝個淡茶冷靜一下 我年輕時都像你這樣 為了黎民百姓, 我都很衝動 我曾經想過拿刀去殺草草 但冷靜下來, 我想想 但是, 凡事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凡事更加要考慮周全 想想自己有沒有想多了 或者想自己有沒有想少了 正所謂, 停一停, 想一想 會穩妥很多 對的, 停一停, 想一想 會穩妥很多 好, 那我還是回去停一停, 想一想 軍師果然厲害 沒有拒絕, 又沒有答應 沒有給他答案, 又好像給了答案 高明之極 就剛才所見, 運損似乎事在必行 可能是, 又可能不是 運損兄弟, 什麼事? 韓軍師, 經理指點之後 我懲罰枕頭想了幾晚 終於想到一個停一停, 想一想 穩妥很多的完美殺豬計劃 什麼計劃? 我是豬哥兩個老婆的貼身婢女 在巧蓮身上打聽得到 豬哥兩個老婆的義婆來做荊州 豬哥兩個會陪他老婆 探望他老婆的義婆 之後會先自己回來 途經黑風嶺 他最喜歡在那裡看雲海 那裡死野無人 到處都是懸崖峭壁 只要我們暗中埋伏, 趁他一個不留神 看他老婆 他一定差也沒有, 就神不知鬼不覺 是不是好天衣無縫? 真是好完美 柳先生, 凡事都要想清楚想錯 瞻前顧後才做大事 已經前後左右想清楚想錯了 韓軍師認為還有什麼破綻? 當你以為自己沒有破綻的時候 就是最容易露出破綻的時候 柳先生, 喝口茶冷靜一下 想清楚想錯 瞻前顧後 為何諸葛先生還沒回來呢? 他跟我說昨晚回來 會不會在義婆多留一天? 軍師從來都不會私事影響公事 況且是他提議延遲一天開這個軍機大會 讓他可以趕倒回來, 叫我們等他 難道雲信仔要出手解決了諸葛娘? 是就最好了 好, 我真的什麼都沒做過 韓軍師, 你在柴房做什麼? 偷柴? 開玩笑而已 雲信, 你真的什麼都沒做過? 真的嗎? 黃掌司說我打爛了暗燈 我真的什麼都沒做過 雲信, 在我們面前 在柴房裡你不怕多說一些 你這次的計劃正如你所說 天衣無縫 是什麼計劃? 你那個殺豬計劃 殺豬計劃? 將軍府有很多山豬要殺嗎? 你那天當著我跟韓軍師面前說的 我跟軍師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你這麼好記性 不如告訴我什麼計劃吧 你們不要太認真了 我說話有時很認真, 有時很不認真 真是哪句真、哪句假 我自己都不懂得分 好, 韓軍師, 別再偷柴了 搞笑而已 隔了幾天, 他的態度不同了 調回我們人 真的, 諸葛亮的失蹤 究竟關不關他的事? 不知道真神還是假鬼 已經過了三天了 諸葛亮還是陰訊全無 主公已經派人去他兒婆查探哥 說諸葛亮早已離開 諸葛亮真的可能永遠離開了 難道雲信真的出手了? 應該是 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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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胃口 心情好, 自然胃口好 為何心情這麼好? 沒有了一顆眼中釘, 督眼督鼻 心情當然好 眼中釘? 這個意思就是… 就是這顆眼中釘, 釘正在我床頭 睡覺的時候睹眼睹鼻 現在拔掉了, 天都光亮了 不過我又不好意思扔掉它 畢竟是將軍府公物 萬一被人撿到, 說是犯罪證據 說我毀壞公物還不斷, 怎麼算好 韓軍師? 對了, 交給你由你處置就最好了 有勞 謝謝, 吃飽飽了, 回去做事 你有沒有此是非的方法來耍我 你這個司馬雲順, 認真斗膽 軍師息怒, 他不得已得多久 我每天都留意他 他每天都搶著出去辦貨 一去就去大半天 但每次回來什麼都買不到 只要我們跟著他就知道他搞什麼 好, 我跟著你 看看什麼葫蘆, 買什麼藥 運輸, 你又去辦貨嗎? 昨天你才辦完了 我買漏了毛筆 那些謀事等著用去買過而已 買了 你的毛不漂亮, 那些謀事很尷尖 讓我買過吧 好, 等著我跟著你一起去 知道你在哪裡買 下次還沒自己認識 黃掌師打拿著找你 你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不是吧 是呀, 你快回去看看 行了, 你快死了, 你快死了 走遲點, 你真是死了, 左頭左勢 先開官司, 打樓師 他怕被人發現不斷繞小路 他扮貨不會來草林的, 有古怪 你現在看的, 是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的 就快點訂閱吧